今天很像有聽到很多很熟悉的聲音 今天很像蠻多的原住民 我也是原住民 住台東 是Pyuma 悲難組 感謝主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三個店上來 就有兩隻感冒了 其中是我 因為我是其中一隻 不過沒關係 我們敬拜神就是要真的是感心樂意 Hallelujah 這個聲音 等一下 有沒有想小一點 哇 這個聲音的音量跟我們不太一樣 再大一點點 對 這樣可以 好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是目中無人 但是心中有主耶穌 Amen Aleluia 哇 連小孩子都開始喝彩 好 那我們是伊甸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團 我們有三個團 我們是第二個團 叫喜恩 喜恩和尚團 喜恩和尚團 原住民 我不會講 喜恩 應該是 OK 好 我們成立差不多 九年 快十年 明年就十年 好 那我們真的是感受到上帝的 真的是上帝的愛 也領受到上帝的恩典 真的是在我們喜恩和尚團 每一位團員的身上 讓我們真的是感受到上帝真的是愛我們 那我相信上帝愛我們是一樣的 他給我們的愛都是一樣的 無論你我來自哪裡 對不對 是 Amen 好 那我們首先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叫鄭信聖 信用的信 豐盛的聖 我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阿信 阿信 那我私立是全忙 看不見 簡單翻例就是全天都很忙 全天都很忙 雖然忙是外在的 但是我心中不忙 因為我心中有上帝 感謝主 盼望今天每一個人 特別是今天來的新的朋友 能夠跟我們一樣得到上帝的愛和喜樂 好不好 謝謝 Amen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是伊甸基金會喜恩合唱團的女高音 我姓紀紀念的紀我叫秀月 感謝主耶穌帶領喜恩能夠在今天特別的夜晚來到五谷禮拜堂跟眾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是一群蒙福的人 盼望今天我們所帶來的詩歌以及見證 能夠成為新香的季 現在神的面前榮神一人 謝謝 Amen 感謝上帝 謝謝各位掌聲 傳道還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是喜恩和唱團的男嬰 也是唱帝小我叫陳契為 很高興來到當中來分享我們見證和歌 原本我們是一群很卑微的人 上帝也使用我們 因為耶穌的恩典 讓我們很勇敢在各處來傳扬耶穌的福音和上帝的全能 讓我們所領受到這樣一個平安與喜樂也祝福給大家 謝謝 好 感謝主 我們首先要獻的詩歌 是我們最近出的CD 專輯的其中一首 詩篇150篇 大家應該很熟對不對 不熟的話請翻聖經 是的 我們真的是不論在什麼樣的環境 我們就是要唱詩歌 來榮耀神 特別是在歷境的當中 我們要用各樣的方式 各樣的語言 各樣的音樂 各樣的舞蹈 各樣的樂器旋律 來讚美神 因為主耶穌是配得稱聖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獻這首詩歌 詩篇150篇 來 打拍子 來 打拍子 來 打拍子 听她 她能听所谓 赞美她 安生她既美丽大德 赞美她 遥遥交叉 赞美她 祝月和花 不舍看清 赞美她 既不舍不舍美她 要丝线的语气 含笑的声音 赞美她 安生她 赞美她 用高尚的法子 美她 凡有气息的夜 都要咱们耶和花 是的 凡有志气的 我们都要赞美耶和花 如果我们人都不赞美的话 石头都要 请要赞美了 爱 谢主 能有赞美耶和花 在神的声索赞美她 在她现能力的忠赞 赞美她 赞美她 高尼她 她能听所谓 赞美她 安生她既美丽大德 赞美她 遥遥交叉 赞美她 遥遥交叉 赞美她 在神的声索赞美她 借不良的忠赞美她 要丝线的勇气 含笑的声音 和大笑的法子 美她 用高尚的法子 美她 用高尚的法子 美她 要弄其担心 赞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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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不良的 赞美她 又丝线的勇气 含笑的声音 和大笑的法子 美她 用高尚的法子 美她 但尤其是你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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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的神 他配给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以下要分享的这首曲子 是看不见得看见 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许多的高山低谷 有瞬间有逆境 但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他让我们经历 虽然我们看不见他 可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心灵去体会他 以下分享这首 看不见得看见 不知道在哪一天 想的决定让我看不见 要我带着这份礼物 早就复向女士早选 好像是那么一天 我觉得我越来越看得见 用我手中的耳朵死线 黑白情间看透 世上繁华虚空 竖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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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 看不见得看见 看见说看不见 神明可见 看不见得看见 看见说看不见 神明可见 神明可见 超级的回到天风那里 我想识 我想识 一定有大白一切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祂是在荒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我们可以尽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祂的诗恩宝座前 为着得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不知道在哪一天 上帝决定让我看不见 让我带着战飞离物 走进覆盛与世周旋 好想是那么一天 我觉得我越来越看能见 让我守着你而不思绳 黑白情节看透 世上繁华虚空 如今求成全交易热恋之间 看不见的看见 看见所看不见 生命的宽宽 都在我与自己 学转世界 看不见的看见 看见所看不见 爱着这份车机 回到天赋那里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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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那每一切 看不见的看见 看见所看不见 生命的盘梦已靠近 它坐在我的基地 一切转瞬间 看不见的看不见 看不见的看见 看见所看不见 爱着这份车机 但回到天赋那里 我相信 我相信 一定有那每一天 看不见的看不见 感谢上帝 让我们真正 透过这首诗歌 虽然说 我们在世上是刻里 是证实的 好让我们用我们心灵的眼睛 就要看到这 看不见的永恒 那真是宝贝 好让我们真正 让生命能够活得精彩 下面这首诗歌 也真正见证到 这位姐妹 她用她的话 也用她的词 来述说上帝的荣耀 以赞美 然后我们真正看到 她虽然心麻痹 但是她 因着这样的信仰 能够活出那上好的 接下来 咸和商团来分享这首 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 活出生命的色彩 别让青春再期待 改造每个现在 别让青春再期待 改造每个现在 不要不要 不要再自愿自爱 停止停止 停止了消极了 千万一来 终于对我而 坚强地活出 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 活出生命的色彩 展开向上的翅膀 迎向希望的女孩 不要不要 不要再自愿自爱 停止停止 停止了消极无奈 千万一来 终于对我而 坚强地活出 生命的色彩 不要不要 不要再自愿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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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停止 停止了消极无奈 千万一来 终于对我而 坚强地活出 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的阴霾 播出生命的色彩 展开向上的翅膀 迎向希望的未来 展开向上的翅膀 迎向希望的未来 中心灵的目标 我将到身灵的日子 终于与我的天神 彩虹的圣灸 艾未来 最后一遍光 在人生的盼望当中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 只要我们就是抱着持续相信的态度 我们就能够看到 耶稣会带领我们的 就是要进入在欢心之地 那就是永恒的伊甸乐园 即便我们软弱了 也真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真是看到 如果是你我 就像下面我们分享这首诗歌的作者 过去放荡 但是因着信号耶稣 就像我们喜愿和上谈一样 我们虽然肉体看不见 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 我们的眼睛的确因着耶稣 让我们能够看见 接下来我们分享这首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我们的歌曲 我们的歌曲 奇异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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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心的安慰 是我心的安慰 出心之时 奇异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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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을 הhora 还是奔仇 出心 奇异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真的是越服事越甘甜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因为认识了耶稣 或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 看到我们这么样的不方便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到上帝在我们这群人的生命 做了很多的改变和见证 让许多的人能够更坚定的 更有信心的相信这位用真用火的神 对于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人 他们非常的惊讶 也真的是盼望 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来认识这位神 然后跟随这位神 我们喜爱和尚团 真的是要感谢牧师 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传道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接待我们 也接纳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说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 真是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有上帝的爱 有这样的一个生命 让他们非常的羡慕 那我们呢 我们也要很努力的传福音 让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赶快到教会来认识神 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来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那我是住在台东 住在这个出路隔壁 我们说这个龙国脉 那在这个村庄是小村庄 小时候呢 我生出来之后是弱势 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 什么叫弱势 我以为说大家的势力跟我一样 看远的地方看不见 近的地方还可以 所以有的地方是有看没有到 所以呢 我渐渐长大之后 我就觉得我的势力 好像跟人家不一样 在我十岁那一年 暑假 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两个月的当中很快 那看不见这件事情 对一个小朋友来讲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如说 我们晚上突然停电 小孩子一定哗哗大哭 所以当我看不见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适应 连我自己家里的 最熟悉的家里环境 我不敢走 我都要人家的帮忙 所以在那一年当中 十岁那一年 我真的是常常一泪洗面 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 爸爸妈妈也因为我烦恼 也因为我争吵 当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听到外面 小朋友在骑假大车 在玩我熟悉的游戏 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 没有办法跟他们玩 我的世界跟他们不太一样 所以一回家 我就常常坐在椅子上面 在那里发呆 或是在房间里面 也不知道怎么办 老师也很紧张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教我 但是我的老师和爸爸妈妈非常爱我 不会因为说我看不见 就把我放弃了 我呢 我渐渐放弃了我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学习动机还有没有 因为我看见我的同学 他们非常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我却跟他们倒反 因为我觉得我的未来 不是梦 我的未来没有梦 因为我看不见 所以在我小学六年级那时候 我非常的惶恐 因为我的同学们 有的要到台北念书 有的要继续在当地的国中念书 他们非常的快乐 但是我却非常的彷徨 那老师呢 也知道我的处境 就找了很多的资料 让我在国中的时候呢 我就到了台北 启明学校 那是一所盲校 在那地方念书 在那个地方呢 我真的是第一年 国一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适应 因为我的这个 学习能力稍微差了一点 那老师讲话讲太快了 如果他们讲原住民的话 我听得懂 那讲这个国语讲太快了 哇 都市人讲国语跟这个乡下 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讲太快 我会听不太懂 有些这个成语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又加上 有的同学会讲台语 哇 我更听不懂 那怎么办 我真的是有点这个学习障碍 在特别是下学期的时候 我真的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很想放弃 可是我想到妈妈呢 她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呢 她哭着告诉我 她说 阿圣 你要好好地学习 好好听老师的话 妈妈也舍不得 怕这个孩子说 哎呀 会不会被人家拐走 会不会被人家骗走 会不会说走在路上就不见了 很多人担心 但是她也期望我 这个孩子呢 有这个一番的成就 所以她处在一个矛盾的这个心情上 所以每次心情软弱的时候 想到妈妈真的叮咛 我真是忍不住 她在这个角落里面又哭了 但是我还是要 就是觉得我困难 绝对不能放弃 那在国二那一年的时候呢 我觉得 同样都是看不见的 他们可以学习很多的技能 学习音乐 学习按摩 学习这个生活治理 学习这个定向行动 等等等 功课有的都非常好 同样是看不见 他们可以学习 为什么我不能学习 所以我慢慢地 这个把自己的心门打开 慢慢地跟他们的这个走路人群 不再害怕 所以我二那一年 我就开始加入了音乐团队 音乐的社团 在这个吉他社里面 我就慢慢找到了 我自己的这个长处 慢慢地找到我自己的信心 所以那一年 我参加了这个什么管乐 这个吉他社 刚刚讲过 还有这个合唱团 就这样子 那功课呢 也真的是慢慢地 而且一步一步地跟得上这个同学 因为我的同学们都真的是 对我非常好 那老师也很爱我 也帮助我 所以在高中 在六年当中 我真的是学习的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学习到了自我肯定 学习到了很多的一些技能 音乐啦 按摩啦 等等 学会了这个独立 但是呢 心中还是有 那个 没法走过的那一个 那个痛 就是为什么 我的眼睛 看不见 当我们看不见的这群 我们视障朋友 又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哎呀 我们就觉得 我们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做 觉得说 我们只能做的 只有几样 按摩 算命 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 这个社会接纳度那么高 算命 怎么算 那些命理师都 自己的命都没办法算 还算别人的命 专门算别人的命 按摩 按摩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可是在那时候 二三十年前 很多的不孝业者 把这个按摩的行业搞坏 让一般的人 对按摩这一块的行业 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怎么办呢 很多的视障朋友 真的是无奈 又无助 包含我 毕业之后呢 考试 我有去偷偷考这个大学 我的爸爸妈妈 不愿意帮助我念大学 那我靠我自己 但是我还是这个输了 差一分 所以我非常的 非常的恨我爸爸 我觉得说 为什么不支持我 我想念的是音乐 为什么 他们不支持我 我觉得爸爸妈妈 不喜欢我 不要我 很多的负面的思想 观念就 就跑出来了 就是说 我在 国中 高中这六年当中 爸爸 都没有来看过我 想到 这六年当中 我常常看到 很多的同学 他们的爸爸妈妈 很多都是 一周两周就来看他们 甚至带他们回去 我常常礼拜天 都是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学生时代 我很像是有 这个 有父母性的孤儿一样 所以 高中毕业那时候 我就很不想回去 因为我心中有很多的疑问 有很多的 这个 愤怒 那 在 这个工作当中 我那时候是从事的 按摩的工作 钱是非常好赚 但是 年轻人 也很容易花 所以花了 也不知道 花到哪里 所以 我常想 我要在 我这一生中 要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 生活吗 生存吗 工作吗 我说 不要 因为 这些不孝业者 让这样的一个行业 打坏了 让我们这群 适当朋友 常常被 用异样的眼光 来看待 怎么办 那时候 我就离开了 我失业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既然失业了 那 我再拿起我的吉他 我就 到了地下道 那时候还没有 像现在有 这个 什么街头艺人 所以那时候 我就到地下道唱歌 在唱歌的当中 我也常常跟警察理论 因为 他们都会赶 那个 这个 卖衣服的啦 摆地摊的 可是我看不见 我唱完的时候 警察早就在那边等我 所以 我常常跟他们理论 为什么你不抓他们呢 他说 我们这些人都跑光了 所以我就很气 为什么我要唱歌 也被警察赶 所以我就很气 那怎么办 有一顿没顿了 也不是办法 虽然那时候也很好做 有时候差一个小时 就有两项千块 差两个小时 有三四千块 这样子 所以 我说 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 在这个时候呢 我听到我们的伊甸基金会 我们的创办人刘霞 刘姐 他要成立一个乐团 我就加入了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看到了很多的残障朋友 在伊甸里面受训练 哇 我发现很多人非常的特别 有的是肢体障碍的 有的是视障像我们这样子 有的是脑麻的 很多种 有的比我们还不方便 可是呢 他们非常的喜乐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后来 我在观察 每天早上呢 他们就会在那里唱歌 唱诗歌 就会有人讲圣经的故事 我就发现 原来他们在这里是唱唱歌 让他们心情能够好一点 但是呢 有一个姐妹呢 告诉我 这些朋友 常常朋友 虽然他们 跟我们一样看不见 或是别的障碍 可是呢 他们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心中非常的喜乐 哇 感谢主 因为这样子 我才慢慢的接触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 我大哥呢 车祸 死亡 对我来讲 这是很大的打击 爸爸妈妈 也非常的 痛苦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在这当中啊 有一个姐妹告诉我 你要相信主 主耶稣会带领你走过这一切 我哥哥 三十六岁 走了 那时候是一个工厂的厂长 留下了三个孩子 也留下了房子贷款 那 只剩下我大嫂要养他们 怎么办 那谢主 上帝 透过伊甸的同工 为我的家 祷告 这是我事后才知道 所以 感谢神 祂听到了 我的祷告 让我能够 走出 黑暗的流谷 让我的生命 得到的是丰盛的生命 耶稣来 是要我们的生命 并且得得怎么样 更丰盛 感谢主 虽然我还是看不见 但是 神 给我的就是爱 让我用 神的爱 而去爱 我的父母亲 我的家人 我不再 恨他们 因为 上帝给我的生命是 独一 独二的生命 感谢神 虽然 我信主的时候 是二十三四岁 但是 神 没有放弃 每一个人 耶稣 带领我 到喜乐和尚团 在那里唱七年 之后 我加入了 喜恩和尚团 到如今 我真的是 丰富有余 我们不单单 是在国内 为主做见证 也到了国外 特别到了中国大陆 所以 感谢神 让我们的脚步 能够走得更远 为了就是要 真的是把福音 传给需要的人 接下来 我们要用一首诗歌 来献给神 这首诗歌呢 叫做 专心爱主 感谢上帝 透过阿胜的分享 我们真是知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因着耶稣 我们的生命更着丰盛 而我们真是看到 我们的生命 因着他带领我们 你要做怎样的回应 好让我们就是 更能够体会到 上帝的爱 我们就是好好的来专心爱主 感谢神 感谢神 因为我在心爱中 我就要大救 因为我知道 他地面 我要把我放置 再保住 我热气叫住 那救命运火 我在机能中 主要与我同在 他要大救 我是我中的 主要是我 就像唱首 就像唱首 叫那地叫 生命给我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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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你走啊 生命给我 我在济南中 主要与我同在 爱啊 打着我 使我重归 主要是我 主想长生 想到你走啊 生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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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了行动的束缚 解除了心灵的捆绑 服务弱势 推动双福 见证基督 领人归主 更是我们始终坚持不变的使命 回顾过往 感谢一路扶持的各界好友 展望未来 我们期盼更有服侍的力量 因此 特别在103年12月5日 举办 Love 爱飞翔慈善音乐会 诚挚邀请您能够共襄盛举 为上帝美好的福音能传遍地极而增添力量 为身心障碍的朋友 重建的路点燃爱的火花 好 各位姐妹 刚刚有看到吗 那个画面是什么 Love 分享 感谢主 所以我们在服侍这么多年 近10年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市场朋友 是中途失明的 因为工作 因为生病 因为身体的关系 因为这个山西产品 造成眼睛的退化 病变 哇 真的是很可怕一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市场朋友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呢 有的看不见之后 三年躲到家里 我知道的 有一个是15年在家里 还好有伊甸基金会 我们的市服处 市葬服务处 真的寻找到他们 一个一个带他们出来 让他们怎么样 受这个 接受专业的训练 生活的训练 定向行动 刚刚说过了 还有什么职业的训练 还有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心灵重建 那就是我们伊甸的双福 第一个就是 福利就是职业训练 第二个是福音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盼望 更多的社会大众朋友 来关心我们的市长的 市工 盼望在12月5号 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也真的是唤醒 社会大众也真的是注意自己的眼睛 看那个不是电动 看电脑 看手机不要太久 手机啊 听说最近 我们台湾看手机的比例是 很像是亚洲第一名 还是前九第一名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真的这个不要 真的不要 所以我们要让社会能够更重视自己的眼睛 也要真的是来一起参与 我们的这个市长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盼望我们的这个 我们呼吁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也能够参与 在12月5号 在国军英雄馆 在那个西门丁捷音站那里 很近走路一分钟就到了 12月5号礼拜五好不好 真的是盼望说不单单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参加 能够带领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好不好 这个是售票音乐会 这个票的钱不是放在我们口袋 是要帮助更多的 这个市长朋友 市长朋友 让他们走出来 那我们的前面有预购单 可以这个预购 或是说可以拿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DM 那也盼望说我们的船道能够 帮我们这个呼吁一下 还有一个多页对不对 我会每个礼拜都打电话来 放心 我知道有一个什么船道 刚刚带我那个很漂亮的那个船道 好 我会每个礼拜打电话 到底几个人帮帮忙推 我们那边有810个这个位置 那我已经买了 我自己了 已经这个打算买了10张 买10张 要送给我们的这个朋友 那我们也盼望真的牧师可以来 那我送给牧师了 这个师母来的话我也送他了 两张 两张票我送他 那希望说牧师传道 帮我帮我的忙 那有预购单 或是说你们可以把预购单留下来 没有关系 那也盼望说 不只是我们弟兄姐妹来听 我们的这个邻居 从中把他抓来 盼望就坐满 走到外面去 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慈善音乐会 更重要的 其实我们是这个 我们暗中有这个玄机 就是他们来 因为我们有准备诗歌 准备诗歌 那算是音乐会 其实目的 我们就是要传福音了 那我们有请到一个 非常有名的 我们很著名的那个团体 什么门子知道吗 欧卡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 真的是这个 我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虽然他们是传福音 他们也真的是盼望用各种方式 用流行的方式 用唱什么 反正用不同的方式 在一般的这个场合 唱流行歌 更重要的 他们也会唱福音的歌曲 要跟我们的好朋友讲说 有欧卡上传的 非常有名的 对不对 他们也得过什么金曲奖 对不对 在美国又得到这个格兰美奖 最近常跑到这个 常出国啦 好 那我们不担任就传道的这个时间 那 要不要参与 要参与的 举手 好 不敢举手 有没有举手 不敢举手 糟糕 好啦 感谢主了 我既然很卖力的 那剩下的就是上帝怎么感动你们 好 谢谢 好 麻烦有人帮我把那个讲 讲说 对 好 刚刚接待阿圣团长的是 孟林传道啦 记得 记得指明他 就是一定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 我们一定会鼎力的来支持他们 对吗 好 我们一起 真的一起来支持他们 为他们的生命 为他们的歌声 真的很感动 为他们的见证 好 为他们的见证 好 兄姐妹 你的手上有一个 跟我们平常不一样的奉献带 对吗 好 有一个是 特别他们今天喜恩 来到我们当中的 好 他们 这一次的这个 来到我们当中 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心愿 很大的目标 我自己觉得很感动 他们 呃 你看一下你的奉献带的后面 他们这一次最主要是这个 呃 后面这个 万丈光芒 帮助盲包基金 有看到这一个 这一栏吗 好 你会看到他们就是想要 透过 呃 这一次的奉献 包括等一下后面有他们的 CD 在这里 意卖 好 是想要帮助这些 在开发中的国家 他们有很多的 四丈朋友 好 他们 呃 因为环境不是这么样的 理想 所以他们都是用竹竿啊 或者是木棍 来充当这个 一个手杖 好 所以他们很渴望 透过他们今天 来到我们当中 好 真的我们 真的看到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歌声 他们的见证 好 这么样的美 好 我们一起来参与 他们里面的 好 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好 就是 呃 就是来帮助这些在开发中的 国家 这些四丈朋友 也能够有一个拐杖 好 有一个拐杖 可以协助他们行走的 更安全 好 行走的更安全 好 我想这个上帝教导我们 这个斯比寿更为有福 好 神给我们恩典 能跟这个